HELLO 大家好 我是又群 2018年的运动风到底要怎么穿 我现在来告诉你 最重要的就是要准备两个单品 包括运动夹克还有条纹裤 记住运动风并不是穿成运动员 所以当你穿运动夹克的时候呢 这几季都非常流行跟时装剪裁的单品混搭在一起 比方说白色的运动夹克 不妨在外面搭配一个长版的风衣或者是大衣 这样子的混搭在时装中非常多的过季品牌都看得到 当然运动夹克也不是只有传统的剪裁 比方说这一季很多的运动夹克呢 它在绣容的地方会做得比较宽松 有一点像飞鼠袖的效果 那这样的剪裁比较时装化 所以你也可以打破过去的观念 除了运动裤之外 可以搭配一些今年很流行的摆折裙 去做一个反差式的混搭 看起来就非常的时尚 当然你也可以准备一些有运动感的调纹裤 也就是不一定要是运动裤或者是连裤 比方说像我手上的这种西装裤剪裁 或者是老叶裤剪裁 它在边边的地方都有很漂亮的运动识别 那这样的服装呢 也可以打破出运动风的时尚感 比方说和家里都有的白衬衫做混搭 那看起来呢 是既有运动风又很时尚 那再来就是混搭性也十足 那么2018简单的运动风搭配技巧 你学会了吗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欢迎随时关注我的脸书 IG官方的LINE 还有新浪微博 好的 那我要去运动咯 拜拜 拜拜